要不可以嗎? 沒有沒有 大家好我是統哥 我剛從紐柏林回來喔 那今天剛好又是台灣保時捷GD2RS發表日喔 剛好我就順便來這邊欣賞一下GD2RS在台灣的感覺喔 那我也順便分享我跟大家我跟這個紐柏林的保時捷工程師們聊的時候喔 聊到GD2跟GD3的一些差別喔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喔 首先喔要知道就是GD2呢它的速度極限喔是340喔 但是為什麼它是340呢? 其實是因為它的輪胎喔 因為它的輪胎還是標準的Cup 2 如果你把這個這部車呢開到一個高速賽道的話 你知道它的極速是多少嗎?是370 但是因為輪胎的極限只到340 那如果呢它保時捷設一個370的輪胎 它可能又沒辦法破保時捷扭柏林的紀錄 所以它們放棄了這個370的極速喔 而用340來當做它的極限喔 那340公里其實就已經有很大的差別喔 首先就是它的空力的部分喔 可以看到GD2喔 因為它是大馬力喔 所以它的冷卻其實很重要喔 就是空力跟冷卻是 是相置 相 相 就是 不搭的喔 你要空力你就犧牲散熱 那你看到 沒有人講過 我也是這次才知道 就是說 你從GD2的進氣口看進去 看到一個 兩個 三根 這三根鋼欄喔 這三根鋼欄是幹嘛的 就是時速在340的時候 因為現在空力的套件喔 它的下壓力非常強喔 在340公里的時候 整個底盤喔 它的那個護板直接會掉 會被下壓力拖到地上喔 所以它必須 保持 因為必須加這三個鋼欄 然後它才能夠保持喔 這塊板子在高速的時候 不會掉下去喔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現在的空力呢 你知道 已經用到多厲害 就是 譬如說這部GD3 這部GD2 RS喔 它的空氣力學 它的下壓力喔 只比 Top Car少一點點 就是說它已經真的是 完全賽車化喔 它的下壓力 在時速 在它極限時速的時候 是480公斤喔 完全就靠這些 這些 塑膠的零件喔 然後 每一個 包括這個 這個 你有看到 這其實最早看到的是在 GD3 RS.1喔 但是它是平的喔 那這次它把它凸起來 凸起來幹嘛呢 其實 它是希望 這個 這個東西實際上是抽風的 讓你的車子有更 把這個 輪胎裡面 輪軌 輪軌裡面的 亂流喔 抽掉 但是以前是平的 現在因為它捅出來 所以它可以吸更多空氣出來 然後這個空氣出來 可不是就 吹掉喔 是 繼續 繼續 繼續流喔 包括 尾翼 還有包括它進氣喔 都是 控制這個 氣流喔 那當然這個 carbon的 這個屋頂喔 也是選配喔 如果是GD3 RS的話 你是 標準是 鋁鋁合金喔 所以 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 偷清 包括 這個 後箱蓋 這個 尾翼喔 都是carbon 這個 這個 加起來 呃 是 所有的加起來 只是 空氣力學的部分喔 那它還不斷的偷清 包括全世界第一個 鈦合金的防晶桿 對不對 鈦合金的 防滾龍喔 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 幾乎所有的車主都選它喔 喔 這是鈦合金的喔 我可以從 中間這個叉叉 看到對不對 就是這樣 它這個形狀 它實際上就是 鈦合金管 不斷的焊起來喔 那這個呢 我就問了 保時捷說 欸 我沒有聽說 鈦合金 FIA是合格的喔 其實它是不合格的喔 但是光這個 防滾龍 它可以輕 11公斤喔 它跟一般的 這個 那個 落木鋼啊 或者說 剛才做的 防滾龍 光這個部分就輕11公斤喔 那還有 我們可以看得到喔 其實它的地毯下面是空的喔 在那個副駕那邊更清楚 直接就是 樓空喔 因為它要偷 200公克 那 所以你就知道 保時捷為了這部車 要偷多少東西 真的是每一樣每一樣喔 都是 都是 斤斤計較 包括 你看喔 光這個 你不要看喔 這個尾翼大家都見過 這個呢 這次是沒有一個 支撐樑的喔 之前的 GT3RS啊 Cupcar 全部都有喔 這個偷掉呢 它也可以省 當然剛性 你就要考慮在內喔 然後這個尾翼 只要你看到這個 這個Porge字樣喔 表示 它是有選喔 它的 輕量化套件喔 基本上呢 我們聽說 每一台GT3RS 全部都挑了喔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圈呢 BBS生產的 鋁鋁合金圈喔 四個圈 省11公斤喔 你要知道 就同樣尺寸的圈 四個呢 可以省11公斤 然後 完全 每一部車都 都選它 所以呢 造成GT3RS 沒貨 因為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 鋁鋁合金 當初 BBS跟寶石街說 喔 我們只有這麼多量 所以我只能做這麼多 那寶石街那時候想說 啊 沒關係啦 反正 不會有人挑 結果每個人都挑 所以這個 現在也缺貨 鋁合金的圈 原來在這邊 可以省這麼多喔 我們都講過 美女美女 我們包括我們台灣也有在生產 其實 你就知道 它在全世界 是多麼珍貴的喔 那內裝的部分其實 大家都是很簡單喔 你可以看到 呃 我們到副駕那邊去好了 當然這邊有 GT3R GT2RS的 這個 OK 我 我光看到 鈦合金的 鈦合金的防滾龍 加上這個鋁圈 BBS的鋁圈 就知道 這是 它的輕量化套件的名字 它的研發 OK 那你看我們現在在看 這邊地毯下面是黃色的有沒有 你看喔 其實就是看到 直接看到底 底色喔 這就是輕量化極致喔 包括 其實它有點偷來 以前的 上一代的 這個 GT3啊 GT3RS 後面地毯喔 是比較高級的 甚至於有人選幾皮喔 那這次全部換成地毯喔 也是為了偷輕重量 當然 你看 引擎蓋也是 包括它的保桿喔 它的保桿都可以用輕量化的PU材質喔 再點好幾公斤喔 這就是NAKADA 我來開一下喔 我來開一下 請理一下 這個NAKADA 是吹哪裡 我們先看喔 它是全卡縫喔 OK 然後 這個進氣是在這邊 對不對 我還 我們還有一個東西要看 這個就直接吹煞車 其實我們從這邊看下去是 是煞車 可能拍不到 因為光線的關係 但這邊吹煞車 後面還有一個 偷輕的東西 這次 沒錯 連這個腳架 都是偷輕的喔 這個 這是卡蹦的腳架喔 這個引擎 有沒有 這是卡蹦的喔 這不是 看到這邊有花紋嗎 不是鋁合金喔 不是鋁合金喔 然後這個要關喔 不可以直接關喔 關了 泥蓋就壞喔 這邊 看一下喔 對 這樣子 然後 對 這樣才可以關 對 這樣才可以關 好 這個其實就是 統哥在這個 德國 跟這個工廠工程師 包括他們的引擎 空力力學 然後他們的一些工程師 他們都非常專精 任何東西 在這個 這部車上 都是非常斤斤計較喔 完全 包括這一塊也是 也是 也是偷輕的 都會有 重量 當場會比較 包括 防晴桿 在GZ3RS 是 碳纖維喔 我不知道 GZ2是不是 這個我們 以後再find out OK 那大概 GZ2 統哥知道一些 東西在這邊 很可惜呢 這次 它700匹馬力的引擎 因為工程師不一樣 因為 NA跟渦輪 是兩個不同的工程師 所以 口哥沒有辦法問到 引擎本身的差異喔 但是 我知道說 GZ2RS 因為 散熱的關係 所以它的空氣力學 其實 還小輸 GZ3RS 但是 它的700匹馬力 絕對 不是開玩笑的 他說 在紐柏林的極速 可以超過300公里喔 這是 在賽道上 可以超過300公里 是非常非常難的喔 那我們現在 今天就先這樣子 那以後再跟大家做 真正的試駕 還有看我的GZ3RS的 試駕喔 OK